月初,鸦鸦直接叫村长召集了村民,告诉他们白菜的事,得知冬天也有这样的菜吃,村民们也不用再上山挖野菜了。 鸦鸦,这回种白菜咱是不是还能挣得更多? 你这脑袋里咋就剩下钱了? 你眼里没钱,你给我啊。 这白菜是个好东西,但是我得跟你们说,之前种那只吗?孙家村已经有人问了,所以这白菜咱们得小心,别叫人祸祸了。 是不是咱村里的人给爆馅儿了?芝麻这事我可是都给大伙提前说好的,谁也不能往外透露。 报信的,我看,就是个傻子。 这事可跟我们没关系的,我们可是啥都没干。 缺德玩意,嘴这么欠让老娘知道非斯拉你的嘴。 我知道这事不是你们干的,但是确实有人给他们报信了,所以这白菜我们种的时候得小心。 说不定给报信的那人也会暗中坏了我们的事。 哎呀呀呀,这个你就放心,我们肯定得帮衬着让大伙的菜都长得好呢。 真不行我们一家出一个人轮流看着地。 这法子我看行,大伙的地也都在一起,村子里就那么几家嚼食过,到时候也多注意村子里他们的动向。 这边正商量种白菜的事,孙家村的人就找上门了。 孙子,你带着人来我们村干啥?调是吗?不管咋说,你都得叫我一声输吧。 草民见过郡主,郡主,您把那芝麻放到自己村里挣钱,我们村就在隔壁啊,您不能这么偏心吧? 你们都吃上肉了,我们还吃稀饭呢? 咋的,我们是自己村里的,你们能一样吗?还吃稀饭,能吃上就不错了。 孙村长,我什么时候说,这好东西只在我自己家种,本想着,我们这边种一两年就退给你们一起种的,如果一开始就叫你一起种,你会相信我。 现在不过是看见我们的确赚了钱的,自己就觉得不痛快了,既如此,那你们怎么来的,还怎么回去? 这下,在场的孙家村村名全傻了。 郡主好听话谁不会说,谁知道你们心里是不是真的这么想。 信不过我们你们还来干啥? 过。 谁给你们报的信?我们村子有了挣钱的毫发子自然是要紧着自家,这有错吗?你带着人来是打算明抢吗? 我闺女说过的,以后钥匙卖得好,肯定会叫附近的村子一起种。你们要是这样,那就别要了,反正好种子只有我闺女有。 没错,大不了我去找清水村,先让他们跟我们一起种。你们孙家村这么厉害,自己想办法,我又不欠你们的。 郡主啊,我们可不是这个意思啊,我们也想挣钱啊。 村长,这可咋办?你不是说我们人来了,郡主就会同意吗? 我告诉你们,今天就算是我孙女同意了,我也不会同意,想靠着这么多人吓唬我们拿走种子,你做梦呢? 你们才几个人来,我们这村里几百口子呢,有本事咱们就试试,一人一口唾沫也掩嘎你们。 就是,别仗着学堂在你们村里就能耀武扬威的,之前欺负贺家公子的事,我们还都记着呢? 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,那时候我还不是村长呢?我要是村长也到不了这个程度,你们还翻这些旧账干什么?咱们有事儿说事儿不好吗? 咋就不能翻旧账了,明明是你们做的不对,现在还说我们翻旧账,你不就会带人来欺负我们呀呀?这是你们能欺负得了的人吗? 我是上河村的人,本来就应该先紧着上河村,这有什么错吗?如果是你自己家有了什么挣钱的法子,你会先告诉邻居吗? 一句话问得孙志低下了头 郡主,我们没有这个意思,就是想着能让郡主也分给我们一些,至少让我们吃饱饭 本来今年就该分给你们的,但是我这边有点什么事就给耽搁了,让你们多等一年确实是我的不对,可是你们带人上门找麻烦,这东西你们说我到底是给还是不给? 如果是我,就算是喂狗,我也不会给一个外人 这是你们自己找的,还是赶紧回去吧,免得一会儿打起来,我们这儿人多,倒显得是我们欺负人了 郡主,是我们不对,我们这就回去,郡主说怎么样就怎么样,我们以后再也不来了,就是想着能早点种上的值钱的东西,也让家里人吃得饱穿得暖,您别怪我们,我们这就回去 去吧,说不定哪天我高兴了,就把种子给你们送去了 看着人离去,鸭鸭也是又好气又好笑 鸭鸭,这回他们虽然是走了,但是难保下次就不会有别的村里的来找咱们的麻烦 咱们的白菜种上之后,真得找专门的人看着了 鸭鸭,你说说这白菜能长多大,一颗能卖多少银子,让我们大伙心里也好有个底 我就知道它好吃,可不知道是怎么卖的,但是这东西一颗怎么也得十斤 要是养得好比这个还得大,你们就等着数钱吧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